我现在遇到麻烦了 这个坡是斜的 我不敢冲啊 我把它冲到这里来 直接翻过去了 那就完蛋了 哎呀 现在遇到麻烦了 怎么办 如果是一个直坡问题不大 这个坡这样子斜过来 好怕它翻了 我只能把它拆了 拆了一个一个上 先 哎呀 它还跑了 三轮车还跑了 好早啊 鸟语花香 江面上的后轮 都开始运行了 车子上全是这个露水 满了 地上也 减满了霜 早上好凉快好凉快 这个树枝上 还有露水 升广 露水 语花香 还有23公里 太阳已经老高了 现在快9点钟了 8点多快9点了 车上的露水还没晒干 我把那个睡袋晒一下 晒一下然后去下面去江边看一看 然后等一下就出发了 让它晒个十几分钟 十五分钟就够了 因为它是表面上里面 有一层那种湿气 把那种湿气晒干 就可以了 这个是油菜吧 是油菜 这个到时候开满花会很漂亮 阳光明媚的一天 照样过来好舒服 在江边清晨散步 很缺义 这里可以上 这里有石头 上来了 哇 哇 哇 用长江的水洗了一个脸 好舒服 好凉快 好凉快 真的很凉快 可以出发了 差不多也晒干了 把这个石头拿了 石头拿不拿 拿不拿都没关系吧 拿不拿都没关系 好 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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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坡 为我去云桂川 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个坡如果上去了 就去那边 问题不难 这个坡很陡 还是一个 90度的走弯 好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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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遇到麻烦了 这个坡是斜的 我不敢冲啊 我把冲到这里来 直接翻过去了 那就完蛋了 哎呀 现在遇到麻烦了 怎么办 如果是一个直坡问题不大 这个坡这样子斜过来 好怕它翻了 我只能把它拆了 拆了一个一个上 他还跑了 三轮车还跑了 半夜 从头衣来下 好吧 就这样 再上了去 可以上 不行 我先把这个三轮车给搞上去 带动那个房车 我要 我要把这个车给发着 我先把这个车给发着 所以 所以 朋友们 车子拉上去了 今天我要吃肉啊 我不仅要吃肉 我还要吃牛肉 我要把牛肉吃过来 要有一身牛筋 哎呀 我的马呀 搞上来了 这么一点小波 还在锻炼中 我身上的这些脂肪就是为现在而准备的 哎呀 让我喘一下 人家走是空着往后退 我是拉着个两三百斤的车往后退 还是上波 这一年如果被我坚持下来了 牵头牛过来 随时把它扛起来 你们跟在后面都看不到牛尾吧 哎呀 让我锻炼锻炼啊 越锻炼越健康 好了 朋友们 现在把这个挂上去 这个挂给我挂上去 ok 进去了 再把螺丝引起来 好了 朋友们 上来了 出发 出发还有23公里到赤壁 看看前面大概有个六七公里有个小镇 看看有没有早餐吃 刚才在那里 上了个坡 把我给整虚了 虚脱了 真的 哎呀 没有吃过这样的苦 虽然在厂里搬砖 也很累 但是没有这个突然之间爆发力 一下子爆发出来 这么辛苦 没关系 有个车 没关系 锻炼 多锻炼锻炼 这边 身体肥而棒 有人把招呼 这个江边上 货栏围起来了 哇 这边的江好宽广啊 这边 像个湖一样 好宽广 上面的货轮呢 川流不息 这里可以下去 这里是一个港口 湖北港口 今天起起来 屁股没有昨天痛了 磨河期够了就好了 还有一个磨河期 今天稍微有一点点 轻微一点点没关系 咖 一点煮 鱼 熊 金森南集团是做钢铁的钢铁厂 这里是嘉瑜县 高铁领镇 泥赤壁还有20公里了 越来越近了 这里有个广告牌 10万以上 他说违规了什么很多字他跳过去了 下面是处以10万以上处罚罚款 然后重大违规还是什么 要罚款罚10万 这可不能开玩笑 这么大个钢铁厂 这个一损失不得了 所以说不能去犯错误 他这个公路上面来的车就多了 这类车 还有大火车 刚才从那个蹄蚂上下来 我以为差点要翻掉 那个坡好斜 吓得我不行的 翻掉了 这么 这个皮蚣 看完 我以为了 看完 你看完 他一点 小辣家 来一根甘蔗吃一下 先冲击一下 填饱一下肚子 我来给链条打一下油 这个江边的风大 穿了一件厚衣服 把这个帽子戴起来 那个帽子凉快的时候戴 必须戴帽子 不然的话容易头痛 那个脑袋进风了 头特别痛 这个江边怎么这么的车过来过往 哦 要拜脸拜脸 我感觉我这个太阳轮板 还少了一根筋 好像 老是嘎吱嘎吱的 我生怕这个上面会摇断的 到时候找个有五斤垫的地方 站着横杠再焊一条 看在上面 免得它嘎吱嘎吱响 这个上面挠着很挠耶 这个胶水沾的 挠着很挠 没有正开 就是这个这个地方 上罗是这个地方 晃啊晃 我怕时间久了就会出问题 还有两个电 我觉得这个用前驱 比后驱要舒服一点 用后驱要累一点 我为了省电 我双驱没有开 我只开了前驱 后驱没打开 现在只有两个电了 到赤壁还有 我们下驱不过来的 我们下驱的 就是这个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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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